各位五角机表演艺术房的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五角机表演艺术房的网上视频课 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就是诗歌朗诵 诗歌朗诵在所有的声音表演里面是属于一种比较特别的呈现形式 它除了是用声音一般的朗读之外 它还会加上大量的情感的演绎 最特别的就是它整个呈现的形式会介于唱和说之间 所以又把它称为诗歌 那为什么后面加上一个歌这个字呢 表示说这个呈现的形式或诗歌这种题材 本身就具有强烈的音乐性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 除了表演者自己本身要对诗歌的作品有细致的了解 情感的拿捏之外 还包括说要把声音里面想象到的画面 用带着一种唱和说的形式把它朗诵出来 所以诗歌本身它需要考究的不仅仅是你对文字的理解 还包括你的想象力 在今天的视频里面呢 为大家诗歌朗诵教学选来的篇章 是一首很短小的诗歌 这首诗歌虽然短小 但是在里面充满着许多想象的空间 那在诗歌里面谈到的包括说 有草原 有大地 有风 有植物 当然 当中的植物就是今天选来的重点主题 蒲公英 还没正式进入正式的朗诵教学之前 请大家先看一段视频 我们先通过视频来认识蒲公英这种植物 它的整个成长到它成熟 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我们接着先看一下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参考了以上的视频之后 我相信在同学的心目当中 应该对蒲公英这种植物呢 有了更具体的认识和了解了 那蒲公英其实它会出现在我们家里周遭的草坪上 或者是也可以在许多的草地上都可以看得到蒲公英的终极的 蒲公英的成长的过程 最初它长成会是小花的形状 可当它成熟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毛茸茸的棉花球 随着风一吹 它就会被吹散到不同的草坪上 继续生命的繁衍 接着老师会在往下的视频里面呢 先为这首诗歌做一遍的朗诵 朗诵了之后呢 我们会往下进行整首诗歌的内容的分析 下来请听老师为大家朗诵的这一首小伞 我是蒲公英的种子 从小想走遍天下 妈妈给了我一把小伞 是一朵毛茸茸的小花 微风把小伞轻轻一吹 我离开了我亲爱的妈妈 为了让大地更加美丽 我要到处飞翔 到处为家 同学听过了以上的这个朗诵之后 再配合你手上所有的诗歌文字 我相信你一定会发现到 这首诗歌的长度并不长 这首不长的诗歌虽然看似简单 但是当中却带着很复杂很浓厚的情感 所以要把一首诗歌朗诵的好 首先我们就必须对于它的文字做分析 这首诗歌老师仔细的看了之后呢 我把它划分成四个不同的情感状态 首先第一个情感状态呢 就是喜悦 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诗歌当中 还是种子的蒲公英 它在成长的过程是带着喜悦的 是带着快乐的情绪的 那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的情感演绎 老师把它框下的标题叫亲情 在这里亲情的描写主要的段落就是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母亲送了一把小伞给蒲公英 这个送小伞给蒲公英的这个比喻呢 也象征着母亲对于孩子的爱 所以这个是诗歌的第二段的情感状态 接下来第三段的情感的演绎 老师给他下的标题是伤感 为什么会伤感呢 你会发现到诗歌的第三个部分 也就是蒲公英准备成年 要离开他的母亲的那个阶段 我们可以淡淡的发现到里面的文字的忧伤 这个文字里面虽然还没有很强烈去强调他的忧伤 但是呢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得要把它给呈现出来的 这个伤感呢是一种对于自己成年即将告别母亲 告别自己的家的一种淡淡的忧伤 接下来诗歌的第四个层面 老师给他下的主题叫做勇敢 当已经成年的虎公英准备的离开家的时候 他其实一开始是带着一种不舍 但是你会发现到文字后半端出现了一种期待 那接着你会发现到他准备要去找寻自己人生的梦想了 所以我把第四段的情感划分为勇敢 有了这四段的分析之后 我们往下会在文字的手法上来做进一步的分析